近日,在位于南京高纯的一家台资企业内,公司负责人蔡永成向中心社记者展示了该公司的陶瓷电容器高端自动化制造设备。 蔡永成是一名台湾理工男,本科研究生阶段分别就读化学、材料科学专业。 毕业后,她入职台湾一家本土陶瓷电容器制造商。 2014年,公司决定拓展长三角业务。 随在南京高纯拿地成立新公司,蔡永成以技术入股的方式加入了这家新公司。 2016年过来是先来做前期的勘察跟规划,17年就正式过来,我连田同家人、太太跟小孩都一起带过来,一起带过来。 所以我们是下了一个决心,想要在这边做一个长期发展。 在新公司成立初期,技术出身的蔡永成就敏锐察觉到了未来的行业方向。 造智电容器的话就是俗称工业大米。 工业大米,就我们所有的电子产品里面都会用到。 我们主要以汽车新能源,还有像储能、光伏以及通信,这三大产业为主。 近十年来,爱好技术的蔡永成在南京如鱼得水。 新公司的厂房面积和业绩均实现了倍数级增长。 我们是具备所有的从原材料到电容器的研发生产,在销售一体化。 当时是租赁大概有7000平米的厂房在做研发跟生产。 迁到这边这个厂房大概目前有28000平米。 营收从5000多万到今年1.2亿,预计明年会要往两个亿发展。 蔡永成从事技术研发超过20年,她喜欢通过旅游充电并寻找研发灵感。 5000年的历史我们都可以倒背如流。 可是我们从小生长在岛内,我们没有接触,没有办法接触。 所以来的时候,其实我04年05年来的时候就相当感兴趣。 你看有看到清朝明朝宋代的建筑。 这对我们来讲是在台湾岛内是看不到的。 以前只能在口水上看,所以现在一有时间我就会去旅游。 如今,大陆快速恢复的类需市场,让这位台湾理工男对深耕大陆信心满满。 他希望与大陆企业携手打造类需产业链供应链。 大陆这边的做设备制造商这边开始做合作。 因为我们有这个经验,使用的经验,会把这些想法跟一些创新的一些, 跟人们做一些紧密讨论去实现在大陆也能自己做出这些自动化设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